是上官开机让你给我送来的谢 是 是我们团长让我送来的 都说上官开机当了罕见 我还不信呢 是那么真的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食食物者方为俊杰 这话像是这鸟说的 我们团长还让我转告您 请你识趣些 不然大兵到处血流成河 还是他自卫团写刘长哥 余老三真是这么说的 是 不是好歹 我简直是不是好歹 团长那咱怎么办呢 我知道怎么办呢 我探娘算是跟上鬼了 我分析了一下 说 我觉得咱们不是余老三的对手 这不是废话吗 我上官开机我傻呀我 那么李万中这个王八蛋 他分明是排除异己 想借余老三的手把我给除掉 团长 我说 卑职有个法子 不知合适不合适 说 只要能交了日本人的差就行 是 打实权债 我们肯定是打不过的 这不打呢 又没办法跟日本人交代 这里外的甲板器 真是够您瘦的 您说这 捡主要的说 别这么多废话 咱惹不起丈母娘 还斗不过这童阳席吗 童阳席 你 啥 啥意思 不如改打东连池 打东连池 东连池的护村队也就几十人了 也就是给高家康看门护区院 他们不难对付 而且这高文杰 并没有和日本人签订协议 咱逮不着狼 能抓只兔子 团座也能交差不是 好如意啊 那小子挺聪明啊 谢谢团座我的 我该吃了 罗哥 咋样了 怪了啊 上公开戏的自卫团 在西连池专了一天了 突然没了 算得聪明 知道这场仗给你打不赢 好嘞 上官开机 在明哲堡身上 那绝不含我 可她就这么回去了 她怎么跟李万中和日本人交代呢 她在日本人那儿 那就是个小媳妇 她要不干出点名堂来 恐怕连小媳妇都当不了 那你管她干啥呢 反正都是狗咬狗一嘴 这 这 这 咬 咬动静了没有 什么动静 你知道我干什么呢 也许我和莲花姐一样 说什么呢 你说是 这种子的问题呢 还是这地的问题 那你肯定没问题了 要不怎么有奢娃的 你说 那换个环境 真的有问题 那 那不行 这有人说了 那点咱们的恶心 不行 对呀 那还有人不嫌恶心呢 是吧 人记得可清楚了 谁 谁呀 不是 谁呀 你说 不对 不对 别 别打了 啥不对啊 你看 等会儿 冬天之后边那林子里头 猫儿烟呢 好像着火了 着火什么火啊 那是灶火 有点生火做饭呢 上岗开机 行 老虎你不干什么 想抓着病毛骨一脚吹是吧 中总阁下 你看 整个战场 十拳战 中连池 西连池 整盘的区域 报告 进来 长官好 过程啊 情况怎么样 都在长官的计划之中 我通过许根泽 已经和上官开机接触上了 他现在走投无路 已经决定光抓兔子 不打狼了 那你的任务是 留在十拳债外围 负责监视于老三的动静 很好啊 你先下去吧 是 郑总阁下 你认为我们的下一步 该怎么做 你看 东连池是于老三岳父的家 一旦打起来 于老三一定会来增援 那么十拳债也就空虚了 你带第四团 黄昏的时候 埋伏在十拳债的外围 一旦打起来 你的第四团趁虚而入 一举拿下十拳债 中左阁下的意思是 想让于定帮带着他的第四团 去攻打十拳债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要想在黄池这个地方立足 用好于团掌 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他现在还有些顾忌 在十拳债的问题上 他留有一些情面呢 我们只有让他和十拳债 彻底撕破脸 他才会死心塌地地 为我们所用 所以这件事情 我看还是派其他人去做吧 但是 这笔功劳 还得记在于定帮的头上 你说是很难得 你答应是吗 那我看要他 赶快 你还要帮你 穷尾 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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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坐 姜文 请坐 好 亲不亲 一家人 毕竟那里是生你养你的地方 我也看出来了 于化龙还是给你留情面的 他没有炒你的要害不为他 算了 这次没谈成还有下次吗 是不是 我也和田木说了 别的地方都可以动手 唯独实权债 必须要以仁义之心相待 怎么说那里也是你的家乡嘛 教官 听说上官开机率自卫团 去打实权债了 他这个人哪 只意想表现自己 想讨日本人的欢心 我也不好阻止啊 不过你别担心 就凭上官开机那些乌合之众 不可能对铜墙铁壁的 持权债构成威胁 只不过走走过场 浪费一些日本人的子弹罢了 放心吧 你好好养伤 我先走了 留步 抱着是 你看看 你在这儿的 福利 你是你 你 我 见到好 你 你 还 你 我 你 你 冬连池动手 冬连池的护存队 一共就十几个人 也没什么打仗经验 一旦动起手来 那必败无疑 所以啊 我想带点人过去 给上官开机 点颜色看看 老三 这自愈团 虽然都是乌合之众 但是也有三千多人哪 咱们才三百多人 三百多人我都用不了 好 我就带一百五十人 其他的留下以防不测 三哥 一百五十人太少了吧 多大点 这打狼啊 有打狼的法子 打狗 有打狗的法子 大哥 面素完了 扛进来吧 我放这儿了啊 好嘞 放这儿吧 你今儿来炒菜了呢 来客人了 石门镇田老板的客人 石门镇 石门镇不是让日本 嘘 你小点事 隔墙有耳 你不想活 我还不想死呢 那那边是日本人啊 不是 都是中国人 我看啊 也都是日本人的狗 东西放好了 你就先回去吧 等一下啊 帮我把这盘菜啊 给上方那几只狗送给 去吧 来 李长官说了 让我们提前埋伏在石泉寨 外围阵地的沟里 什么 谁 那个送菜的 进来 各位长官好 那个 请用菜 你下去吧 我刚才说的 你们可都给我记好了 提前买股 任何人不得暴露 尤其不能让石泉寨的人 有一丝差别 东连石打响之后 我们就趁虚而入 拿下石泉寨 于老三自以为 他的债强固若金汤 咱们今晚就把他踩平了 来 都干了 预祝我们成功 成功的屁 狗人 老八媳妇 你咋还没走呢 我 我鞋不见了 我 我找鞋呢 你好端端地脱鞋干啥呀 对呀 你说我脱鞋干啥 我 你看我这猪脑 我今天穿新鞋来的 我刚接手 啪踩着屎 我就把鞋脱了 我刚接手 我刚接手 我就把鞋脱了 我刚接手 啪踩着屎 我就把鞋脱了 那行我走了 那行我走了 你忙着 你忙着 你你给你供去 给你供去 下回再说了 我走了 你看我门都走错了 您忙着啊 这女人 咋干啥都跟别人不一样呢 是自卫团 虽然人多 但并不是敢打敢冲的 亡命之徒 你们啊 别跟他们纠缠 只要带着他们 在村子里头转 直到把他们转运为止 这回啊 我从石悬寨 带了好几百号的人来 全都埋伏在村外 到时候听我信号 咱们一起打 好 好 我估摸着呀 这上官开机 他并不是真的想 把东莲池怎么着 他呀 只是想挑软式的捏 回去好跟日本人交差 爹 爹 到时候除了护寸队 其他的人能躲咱就躲 尤其是那些老弱病残 这子弹不长眼睛 别伤了自己人 咱们东莲池啊 有几条地道 让乡亲们都躲到跌道里 他们找不到洞口 就拿咱们没办法 那就怎么办 我明白了 这是敌人玩的烟雾弹 他们把老三调到东莲池 目的是实权战 那就赶紧通知三哥 把东莲池的人手调回来 把你三哥调回来 那东莲池怎么办哪 那儿有他的老丈人 高文杰不可能丢了东莲池 而保全自己的性命 那现在该怎么办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有事 这风险太大了吧 敌人既然放了 这么大一个烟雾弹 肯定来头不小啊 咱们还能坚持得住吗 坚持不住也得坚持 只要咱们能坚持到 老三回来 到时候两面夹击 我们实权债的危机就能解 可现在老三不在呀 这打仗谁主事啊 我 九奶奶 让我来试试吧 你 小三嫂子 你能行吗 我爹以前是北伐军的团长 那些阵述我也懂 小三嫂子 这是打仗 不是郭佳佳 我觉得还是九婶主事好 明月这个出身 齐叔 你咋还翻旧账呢 小三嫂子这是旧实权债 不是进祠堂 说这干啥 老八媳妇说得对 这是两码的事 为财事举不论出身 明月说说你的想法 好 刚才九奶奶说得对 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到龙哥回来 我们的危机就解除了 咱们实权债债高强厚 有地理之忧 只要我们能守住债强 不贸然出击 咱们就能坚持到龙哥回来 这些我们都知道 你就说怎么打吧 敌人怎么攻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当下最重要的是要加强赶上 按照债强面积来算 每十杖安排一个人 我们只需要安排三十个人 敌人来犯之后 龙哥带走一百五十个人 去了东莲池 我们现在还剩下一百八十个人 检区刚刚说的三十个人 我们现在还有一百五十人 这一百五十人 其中一百个人 准胜债强 每隔五人配备火力机枪 配足手榴弹 女人们也要行动起来 负责运送弹药 还剩五十个人 就由七叔带到祠堂 做预备队 随时准备支援 可这人手本来就不够了 干吗还留预备队呢 丰收年存粮食 栽荒年才有饭吃 我们必须做到防患于未染 随时准备后援 对呀 再说了 家里不留个人 万一有人走了 谁来扛棺材呀 我就是个破嘴 三嫂 你接着说 九奶奶 咱们村还有几条地道 地道 什么地道啊 只有像东莲池那种 禁不住打的村子 才会挖地道 像咱们十全寨 有人有枪有债强 挖什么地道啊 没有地道 墙洞地窖总有吧 九奶奶 那些老人和孩子 能藏就藏 能躲就躲 咱们这是在打仗 不是过年放炮仗 一窝疯的都出来看热闹 十二弟 那些学校的孩子 你负责照看好 千万不要让他们跑出来 还有 从县里 逃到咱十全寨避难的 那几位先生 一定都要照顾好了 龙哥说过 他们都是咱县里的 名人和宝贝 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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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都听见了没有啊 还有什么意见 咱一定要打吗 想办法跟他们讲和 不行吗 咱不能拿几千口子人的 性命冒险呀 他们要是让咱签协议 当汉奸呢 为了催里人的身家性命 该咋办就咋办吧 众会 我这也是为大家着想呀 这可是关系到 闭嘴 大敌当前 谁要是敢动摇军心 给我滚出十全寨 龙哥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 就等伤官开机 那老王子上钩了 等大家伙都操好了 好 三哥 咱真得打走了伤官开机 再回十全寨吗 还顾得上吗 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呢 我 老祖宗说得对 两头都得顾 这一仗必须速战速决 好 我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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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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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我死里的 撤 快撤 谢哥 冬炼池已经打响了 咱们是不是该出击了 找几个兄弟去打两枪 扔几个手榴袋试试 是 狗儿的开始进宫了 准备打 不要放下了 这只火灵珍藏 在探咱们的虚实里面 谢哥 村里没啥东西 撤 兄弟们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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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改 daí 撤 你建设 咱们杀手 Ranger ショー 令员 快点了 团长 咱被包围了 坏了 不是说东连池的糊涂队 只有几十个人吗 等他娘子出来这么多呢 哎呦 石泉寨 肯定是石泉寨 咱怎么办啊 走 丁仔 好啊 不吃眼前亏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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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 啊 一枪来了 蹲下啊 不能再我想的 拿线 拿线 快撤 哎 没有啊 来 我快撤 哎 这还挺好啊 快撤去 我撤在这儿了 哎 快 扫子 搞日子的毫力太好了 丁小伯 快扛不住了 翘龙 钓鱼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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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清楚没 听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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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少爷们们 终于轮到我们了 都冲家我跟我冲出去 好 就那么快 就那么快 险哥 已经攻到载船县门去了 吩咐下去 一定把寨门给我炸开了 好的 你跟老三杀下来 就那么快 走 走 快撤 快撤 撤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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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快撤 撤 撤 快撤 老虎 老虎 快点 快点 来了 来了 龙哥 二哥 这三嫂啊 有大象风度 一点不比你差的 来了 快来 我余老三的媳妇 就是余老三的媳妇 要是能长出庄稷 就更好了 你又说我 对了 你怎么知道 有人要偷袭十全债呢 老八媳妇 从联保公社 带回来的情报 老八媳妇呢 来来 快点 快点 把这些枪都收起来 这边 快 走 大姐 快来 这儿还有个活的 大女儿嫂子 别管她了 赶来找十全寨的麻烦 他们早就应该想到 有这样的下场 这 都是爹生娘养的 你说这些当兵吃俸禄的 他们哪能自己想干啥就干啥呀 可恨的是那些当官的 可昨天晚上 是他们拿着枪打了十全债啊 这还有咱们这么多的伤员呢 咱管不了啊 不能管也得管 人心比人心 黄土变成金 你以为他们真的想打十全债啊 真的想把命留在这儿啊 来 大兄弟 拿把手把人抬走 是 命令下去 不管是咱们的人 还是这些当兵的 只要有口气 咱就得管 是 他就是闲不住啊 他要是能闲得住 他就不叫葛大妮了 那边 大妮 你去哪儿 给大姐会儿做饭去 手脚都麻利点 三哥 我打听了一下 刚才的部队 是李万中的第四团 团长是余定邦 回来 你们都玩我 连老天都玩我 那我陪你们 玩到底 来来来 就放那儿啊 知道了 来 放这儿 来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这做人哪 要明白事理 分清好赖 不能当白眼狼 你们这打进门 按理说 我们应该把你们往死里揍 可是我们十全寨呢 不那么做 我们给你们请郎中 还管饭吃呢 是吧 对对对 管饭了啊 我们不喂别的 不指望你们图报 但是呢 不能记仇 这记仇也行啊 记仇就没好果子吃 昨天那场仗怎么打的 你们可都看到了啊 我们十全寨人 不是好惹的 听到没 我们直接也不聚仇 对对对 行了 行了 来 赶紧吃饭吧 这饭真是给我们吃的吗 废话 不给你们吃我们拿来干啥 行行行行 吃吃饭了吃饭了 吃饭了 别抢 都有份 都捧完了 akkor 不是 drilling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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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imen 就要去哪儿了 好了 不等了 老三 你说吧 昨天 攻打十全寨的队伍 是余定邦的第四团 虽然他本人没有来 但是队伍是他的 三哥 你给我开玩笑吧 顶方这孩子 干不出这事了 是不是小三嫂子 起初 五哥 老四松 定邦这孩子 是个混蛋 但是他还是个孩子 您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们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定邦的第四团 是李万中部队里 最善战的 如果说这支部队 是狼群的话 他就是狼头 都这个时候了 你别为他说话了 定邦的名字 再也不能留在 十全寨瑜伽的族谱上了 粗粗 丢不起这个脸 我 我想请记住你个文 公告自相罢离 把丁邦逐出十全寨 老叔叔 三哥 丁邦不得逐出咱们余家呀 你怎么在哪儿呢 老爸 九奶奶知道你心疼丁邦 你以为我就不心疼吗 可他走错了路 认错了门 他要是早点醒悟 就没有昨晚上的事了 昨天晚上可是一场恶战哪 丁邦长大了 他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大家都听着 从今往后 十全寨 再没有丁邦这个名字 就在 堤 和负责 損 丁邦 词 我 我 明日 这 你去哪里去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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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答案 都是我的错呀 我求求你了 老三 那还有几个伤员 怎么处置啊 还能等会儿吗 有一个伤了腿 不能行走 其他都还可以 被辆马车 把他们都送回家吧 要是不想回去 想回家也行 想留在石泉寨也行 挺好了 打今儿起 只要是能打仗的 有本事的 愿意留在石泉寨的 咱们都欢迎 你 都是你干的 团座 卑职也是奉命行事 奉谁的命 团座 您是聪明人 瞒着 是 是我下的命令 你现在就是杀了他 也于事无补 况且 先 是 是 我 我 是 我 是 我 是 驾 驾 十全寨不孝子孙 于定邦 冒犯族规 背弃祖训 惩奸诈以滋事 依仗外人之事 欺辱乡党 屠害林里 今开宗祠 众论迁同 告于祖庙 调旗各谱 萧去姓名 慈莫不得与似 族长 于化龙 来人 把红香楼的姑娘 给我找进来 是 老爸 你怎么才回来呀 出大事了 出啥事了 定邦 被逐出瑜伽了 老总颖同意三哥 在四里八乡 听出告示 把定邦逐出十全寨啊 你这慌慌张张的说啥呢 到底出啥事了 你咋听不明白呢 定邦被逐出十全寨了 你咋听不明白呢 为啥呀 昨天晚上 攻打十全寨的人 是定邦 见命 不过 别人 批評 啊 最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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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邦真被捉出十全债了 这不挺好的吗 将来这于定邦只跟你一个人叫娘了 是 是 是 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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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